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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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年轻人 很少有人愿意学习灭将这门手艺 68岁的刘光耀的两个儿子 都进城工作了 他身边的徒弟 是他的侄子刘海平 每逢春天 刘光耀都要在自己的竹林里挑选竹子 编织千两茶灭楼 需要提前几年准备材料 根据主上传下来的经验 制作千两茶灭楼的竹子 竹林要超过三年以上 这些小东西的学名叫竹师 他们誓堂如命 山里人的经验 被砍断的竹子 竹师来得越少 竹子需要存放的时间越短 每年 刘光耀需要几百根这样的竹子 制作千两茶的外包装 这种竹子的学名为男竹 俗称毛竹 他们的生命力很强 一根男竹 只需两个月就可以生长成彩 刘光耀和徒弟 就是从准备千两茶外包装的竹子 开始了一年的升级 同样在春天 在清明前后 在安华田乡的高马二溪村 祖辈靠种植茶叶为生 67岁的慎友登 也开始了劳作 与灭讲刘光耀不同的时 他关注的是茶 高马二溪茶区 最高海拔超过千米 遇上寒春 快到古雨季节 茶树才会化新芽 历史上 选择高马二溪出产的茶叶 制作千两茶是一个惯例 通常会在每年的五六月份采摘 选择四叶一新 这里说的新是指新发芽的茶叶 前些天 来这里搜查的人提出的要求 让慎友登很困惑 他们提出 加价购买清明前后的一页一新 2014年的价格 每斤鲜叶五十元 采这样的嫩叶 慎友登并不情愿 因为这会让茶叶严重减产 慎友登的孩子 都在山下的县城里工作 老伴也在山下帮助孩子 照顾他们的第三代 究竟卖不卖早春的仙业 他不能自己说了算 在安华山区湿暖的山洼里 生长着制作千两茶包装的另一种材料 若叶就是若叶竹的叶子 当地人称它寥叶 因为包粽子用它 所以它也被称为粽叶 若叶的防水性很好 安华千两茶用它做内衬 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采集若叶要挑选新叶 新叶相对完整 收购的价格也高些 采回来的新鲜若叶 在风干时 需要压平 新砍回来的南竹 需要存放几年再用 灭浆这个活 并不是指仅仅会编制千两茶的竹灭楼 刘光耀编制的这件东西 大约能买一百元 九十一岁的彭玉娥 是灭将刘光耀的母亲 她在缝制的 就是千两茶里的内衬 新鲜的若叶风干后 被这样缝在一起 像一件遮风挡雨的雨坯 选择她用于茶叶的包装 原本就是为了防雨 她每天大约能缝制三四张 这样大小的若叶片 前些年 做这门手艺的人不多 最好的时候 每张若叶片 能卖到两块五毛钱 现在做的人多了 2014年的收购价 降到了每张一块四毛钱 灭将刘光耀的家 是安华山区常见的木制房屋 因为这里 饮食多余 需要干燥保存的东西 通常会放置在四面通风的阁楼上 如今若叶的收购价格很低 灭将的母亲 在阁楼上存放了一些编制好的成品 想攒多了再卖 这些天 灭将刘光耀心里不是特痛快 他舅舅埋怨她 不该让母亲这样劳累 他自己也担心母亲的安全 我怕捧着我抓不去的吧 我怕捧着我 好啊 养育要要长了几次 因为在小肯定要有的 就是他算得 那要是他就是上我的坑我了 就是 我养育要带一个两三十年 还要做他的坑我 你不是等于要不 我们是用的 要你搞 人要不聊一整 你一路你给你搞 他妈妈给我搞 你一直 你一直等 忙着着 你就不要再看 就不再看这个算了 好啊 嗯 看我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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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年纪还在十个年 年纪有点 我看到人都是个宝贝的样子 我小一个 来 这种地点 采茶的季节 人们都希望有个好天气 通常雨天是不采茶的 雨天采的茶喝起来会有股水气 这个季节在山下的人们都回来了 沈有灯的老伴也回来了 茶农一年的收入都在这一季 沈有灯告诉老伴 有人想五十块钱一斤 收购一页一新茶叶的事 按照祖上传下的规矩 早春的清明时分不采茶 我这不可见的夜心 我都不知道 2014年的春天 安化多雨 山里茶树的叶子一天一变 阴雨天 叶片长得很快 到了这个样子 即便是下雨也得采了 他手里的这件工具是一把采茶刀 山上的人称它为斋子 这个斋子在沈有灯手里 已经用了近六十年 这是他父亲留给他的 八十岁的黄复英 是沈有灯的沈子 按当地习惯 沈有灯称他沈娘 高马二息的茶笼中 沈姓和黄姓占多数 黄复英的丈夫已经过世了 她丈夫是高马二息 沈姓传统制茶的第七代传人 她藏着一件东西 是她丈夫留下来的 那是过去高马二息 靠茶叶生存的人们 心中的权利 这是嘉庆二十三年 也就是1818年的一块茶印板 从功能上来说 就是一块茶叶发货单的印板 是当年在高马二息收茶的山西商人之作 聪明的山西商人 他们与高马二息 圣皇两个家族 实现了一个约定 每年抽查两家采集的茶叶 谁家的质量好 就有哪家掌管这块印板 盖了印板的茶 他们家家一倍收购 千两茶的原料被称为黑毛茶 制作黑毛茶的第一道工序 就是杀青 一般茶农家的灶台都安置两口铁锅 用来杀青的这口铁锅 是绝不能做饭用的 像慎友曾这样 对茶叶进行杀青 至今还是山上茶农普遍使用的方法 杀青 是制作黑毛茶的第一道工序 其实这道工序 在很多种茶叶制作中 都是必不可少的 包括绿茶 所有的生物的体内 都存在煤这种有机催化剂 茶也不例外 简单的说 杀青就是利用高温破坏煤的活性 抑制茶叶氧化 对于慎友登来说 这样炒制茶叶 是要去除茶叶绿叶的清味 这是祖上传下来的 让茶叶便于存放的方法 如果是茶叶加工的行家 这一幕会让他们非常感慨 这也是当年的山西商人 为什么选择高码二席的茶叶 制作千两茶的原因 高码二席茶叶的内含物极为丰富 其中的果胶形成沙青石这样的粘连 安华山下出产的茶叶绿叶 每斤的收购价约为三块五毛钱 而高码二席的茶叶绿叶 要卖到三十元一斤 这种大差价的历史由来已久 人生过去三十元 人们这里是何庄 搞今的亚洲一样的 外边的庄 搞到我们这里 来做高码二席庄买 亚是这样的 而且现在亚是这样的 亚洲人外边 母亲有什么摩托啊 车啊 母亲送到那个地方啊 加到高码二席 过来外边 有什么合作恩书啊 这一道工序 也成为鉴别 真伪高码二席茶叶的过程 茶叶炒成这个样子 就该出锅了 沙青之后的工序 就是柔碾茶叶 按老一辈茶笼的说法 茶叶揉得好 味道才会好 这件木质的东西 就是一台揉碾茶叶的机器 它出现的历史并不太久 大约是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 那时 它是被泉水带动水轮驱动的 1973年 国家在这里修了小水电 之后 又将动力电网覆盖到这儿 它才被改成这个样子 杀青出锅的茶叶 要趁热揉碾 这样不容易破碎 便于成条 用现代制茶的说法 揉碾是为了破坏茶叶的细胞 使茶叶内含物 附着在叶子的表面 便于之后发酵 不过 揉到什么程度最好 全凭制茶人的经验 慎右灯的这台揉茶机 已经很接近现代工业揉茶机了 这就是现代工业揉茶机 虽然它的效率很高 但是 茶叶揉到什么程度合适 即便在今天 也没有一个通用的标准 每年出产的茶叶 因气候等诸多偶然因素造成的区别 使加工时间的确定 完全离不开经验的传承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鲜亮茶的原料是黑毛茶 在古代 它又是如何制成的 现在山里的制茶人 基本上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单打独斗 其实 制作千两茶用的黑毛茶 从古时候开始就是个群体行为 在今天的高马二溪村 一些年龄大些的茶农 还能掩饰传统的制茶过程 可以看出 传统沙青 不但灶台高 炒锅嵌入灶中 还有一个清洁面 显然 这样直立翻炒茶叶是很舒服的 它手里的这把木叉 是用油桶树枝叉制成的 为什么要用油桶木做这把叉呢 温度 制作千两茶原料的茶叶被杀青时 炒锅内的温度能超过三百摄氏度 油桶木承受温度的上限超过四百摄氏度 这差不多是很多硬木的两倍 这是很久以前 人们揉眼茶叶的方法 今天看起来 今天看起来会有些让人接受不了 其实在食品进化的历史中 用脚辅助加工是常见的 过去 在一些产茶地区的乡村制茶作坊 这样加工柔碾茶叶是普遍现象 柔碾茶叶的人们 称这张竹席为花灭席 编制千两茶灭楼 也要编出这样的纹理 竹子的纤维单一走向 分割均匀并不难 不过 要是想把每片竹片的厚度分割成一样 那只能是灭匠干的活了 每一根竹条能分割出五六片 用竹子表层编制的千两茶竹灭楼 大约能卖一百元 用竹子那一层做的 不会超过五十元 通常一个灭楼 只用同一根竹子的竹片 竹片的朝向 要遵循男竹生长的圆状态 这样抗弯曲能力强 传统术语 在这种状况称它为压花 压花这道工序 容易让初学的人糊涂 一个千两茶竹灭楼 从它的底部开始形成 这样的感觉 像是抓住了一只海里的水母 这道工序 两地最容易被逐灭划伤 真正的编制 开始了 很多老灭疆 因为腰间盘突出 而无法再从事这个行业 刘光耀六十多岁时 腰部开始疼痛 现在大部分工作需要涂地刘海平 收花这道工序 是将编制到需要长度的竹面 回编到灭楼的底部 可以看出 这个即将完成的灭楼 似乎很松 其实 这是为了在制作千两茶时 能有一个收紧的空间 可以这样认为 编制千两茶灭楼的 几十根竹灭的宽度之和 就是千两茶成品的周长 对于刘光耀书之俩来说 收底这道工序结束后 几十元的辛苦钱 就快到手了 竹片从腰部的起点 又回到起点 完成了一个轮回 近些年 千两茶渐渐演变出 很多大小不一的规格 这里所提到的两 都是历史上 每斤十六两的诸多演变 像这样大小的 被称为百两茶灭楼 无论多大规格的灭楼 有一点永远不会变 他们等待的是茶 这是一道无法讲授的工序 不同的制茶人 会有千万种理解 用木桶发酵黑茅茶 至今仍是不错的方法 在一段时间内 木桶里会保持理想的发酵温度 对于木桶里的茶叶来说 这段时间 虽然只有不长的十二小时左右 但是他们会彻底脱胎换骨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发酵后的黑茅茶 要想成为千辆茶 需要历经什么样的旅途 发酵完成以后 要对茶叶进行干燥 这是烘焙黑茅茶的七星灶 安华山里有一句俗语 柴方水便 这里柴火充足 家里造锅炒的菜没柴火了 临时上山拾柴 火都能蓄得上 烘焙好的黑茅茶 需要进行筛选 分出不同的等级 那么这样的黑茅茶 就可以直接制作千辆茶了吗 不是 也并不是属于的 这样吸引的茶 都是最好的 也不是 这个喇叭是有温良的 刘新安 白沙溪茶厂的厂长 就是他家乡 刘新家族创造的千辆茶制作技艺 1952年之后 这一技艺 由白沙溪茶厂传承至今 一些人都 有爱人讲究一对的成熟度 不是越来越好 不同的季节 生长环境 和不同的年份 都让茶叶有着不同的性格 一定要有 这个比例的拼配 拼配 首先要分清黑茅茶的等级 每一种黑茅茶都有自己独特的香气 最不容易传承的 是判断拼配的比例 两个拼配 对汤色 口感和香气的喜好 虽然会因人而异 但是品尝的感觉 也是一种传承 是一座花园 还是一片森林 安化的滋江 就像采质千两茶的晴雨表 过了梅雨季节 水量一小 就到了采质千两茶的时候了 这个时间 通常会是每年的七月 那么 按照传统方法 制作千两茶 都有哪些工序呢 这里面熏蒸的是黑茅茶 还记得黑茅茶 是怎么来的吧 一个千两茶竹叶楼 是不能少 里面要衬上若叶片 与若叶片一起 会被垫上一层棕榈叶 也是为了防水 棕榈叶 是多余地区的人们 用来防水常用的材料 这是熏蒸好的黑茅茶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花开见佛 悟道修静 十五岁的少年 在冰与寒的淬炼之中 经历着他的修行 请收看 盼索发现播出的 手艺第四季之 花开见佛 刚刚采制好的千两茶 只能算半成品 因为它的制作 还没有结束 这道工序 这道工序就像制作精美瓷器的烧制一般 最让人期待 按传统说法 量至千两茶 需要七七四十九天 日圆月缺 是古人依托天地生存的信念 其实 量至千两茶 是一个发酵过程 发酵随着时间流逝地减 它也是一个干燥的过程 在清新的环境中呼吸 冷热变换 导致内外水分交替 逐渐向外扩散 大约三个月之后 千两茶制成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们比我们更了解茶叶 因为在他们生活的地方 到处都弥漫着茶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